全球马不准备 拖档九场三班千六位的赛事 四号魅力之有大宜门 好,一开门的时候 前面快的马 看到大外档好力王 最初还有绿色径区 中间的位置就魅力宝宝 福丽 内兰还有魅力之有 中档就欢乐小子快乐神区 外面红衫还放马过来马 中间就福丽 后一阵的马 内兰白衣是南京之有 中间蒙古王 好力王快的 但现在退了下去大约微五 尾四封烟四起 尾三白衣白帽情趣 电后两匹马仍然英俊 同时那匹是红衫速龙 好,开始跑对面直路尾 过这一千米的断柱了 前面看到这只美丽宝宝 放头看看能不能赚到形势 接着第二位有快乐神区 内兰第三魅力之有 中间欢乐小子 外面红衫放马过来 第六位内兰白衣黄帽 南京之有 再往外面灰马就是那只绿色竞驱 中间福丽 后面的马 紫色衫 橙色眼罩 内兰蒙古王 拿出去外面就很力王 后一点才有情趣白衫白帽 仍然英俊在外面 后面两只风烟四起 和绿色衫是红衫速龙 好,进直路了 美丽宝宝还是占战 快乐神区进占第二位 看到第三位 埋便拿出来了 就是这只魅力之有追 在后面的马 内兰追 还有蒙古王 大外党就是好力王 也在上 最后百多米 透出美丽宝宝 中间魅力之有 外面好力王也在上 最后50米 魅力之有中间 埋便美丽宝宝 两匹马上多接近 接近中间 叮咚马头 美丽之有中间 内面是美丽宝宝 外面是好力王 很接近,美丽宝宝很大 看这里还是美丽宝宝一路占 不要看四号 魅力之有小四只 他逐步上来 扭上扭下扭下扭下 很接近 第三名是好力王 第四名是南京之有 看看中间 哪个赢 美丽宝宝突出来了 是,但很接近 是 一路都是四号占 小小粒 下来的好力王跑到第三 南京之有第四 蒙古王中段也有个意外 林美上回来跑到第五 不就是被南京之有 查下去了 看看 潘顿赢还是田泰安赢了 林美这一步 一直都以为过了 那一步刚刚由人家下来 美丽宝宝 一千恭喜大摩 人而已 美丽宝宝 也有这个六十万的香港国际马匹拍卖会的新马奖金 是吗 人只开心 以为输了 对 平头 大摩起马 潘顿也赢了一场 今天 今天潘顿一枪头爷爷 跑第二 好了 接下来到美丽宝宝拉头马 还有一个 大家看看照片 大家 這一步值錢 有正鏡有反鏡 都看到 我想這隻馬的尺寸也有點關係 那隻未來保保 剪盡的時候真的很大隻 組合獨贏3-1 A1隔爺原本是17.5 4連環 三四七十就派一百一十二元 四重左右兩帆 四七十三就派八八三十八元 七四十三就派九百二十七元 都好啦 頭髮街大歡喜 這個都不是很爆得出樣子 都是最實力的五隻賣在頭五名 是的 你們寶寶操控得很好 那隻放馬過來又不想來搞他 這個就是關鍵 前面打算綠色競居十四檔 都會偷偷兩步吧 又不是很多件 因為上次都放馬過來 潘頓跑的嘛 一分十秒多 我們馬上看吧 好 好了 起步的時候 大家都出得挺齊 比較積極的就是潘頓 那隻美麗寶寶也騎了出來 在他旁邊的藍衣就是好力王 最後落飛也挺厲害的 內蘭幾隻馬 分別就是貼蘭的魅力之友 中間就是白衣的紅袖 那隻是歡樂小子 開邊看到福麗、放馬過來 灰馬就是那些綠色競居 中檔橙眼袖就是蒙古王 在他前面就是那隻南京之友 貼蘭那隻叫風煙四起 外面白衣白浦情趣 包尾紅衣速爐和仍然英俊 你看到這兩隻車 那隻南京之友一巴掌 還未的,待會再來 再來 這個位置很窄 他想牙的位置就不行了 兩個都有一些是魯莽 當然是郭倫自己檢查了別人 又會否看他被牙齒捉到他 又會被牙齒捉到他 但我看到郭倫雅沒有什麼 怎麼看羅莉雅而已 絕對都應該知道會被牙齒捉到 他打算把牙齒捉到他就算了吧 那些放馬過來也是很隨便的 當然了,看他在開邊 那當然是好處吧,美麗、寶寶 對 根本他是大可以再積極一點 沒有他們,沒有這個意識 事左捕捉的魅力王沒辦法 因為前面也不斷 跑完這場再提升狀態 應該都很快可以見到頭馬 其實這場形勢可能早一點 未必不能跑 不過真的輸了形勢 對 分段時間24秒6、23秒21、23秒81 每段22秒97 總時間1分34秒59 比分段時間快1、2、1、2、1 mam,你回答 已經到達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